受到疫情的影响 这三个月来 台中国家歌剧院的艺文活动几乎是停摆的 犹如是按下了暂停建议班 而现在疫情趋缓了 表演活动也渐须热络 在6月22号即将要演出 云门舞级创办人林怀铭的歌剧作品《打透镇》 同时歌剧院的电梯 现在采用是非接触式的按钮 可以用声控上下楼 市长卢秀燕在上午也宣布了 将会开放学校毕业旅行等户外活动 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打电梯 您不用动手只有出声音 要去哪个楼层交给电梯管家 为您服务 包括开门关门 找吹张嘴就能完成 一场全球性的肺炎疫情 改变人与电梯的距离 出了声控 这是非接触式按钮电梯 民众不用接触到按钮 手指头一靠近就能感应 是蛮新奇的 然后再来就是 不用去触碰它就可以按到楼层 这也蛮方便 也不用去碰到大家会碰到的地方 就会觉得比较干净 而表演厅里头的座椅 工作人员以百度高温的水雾消毒座椅 要让民众安心欣赏表演 随着疫情趋缓 台中国家歌剧院即将解封 六月第一场大型活动 将云门舞情创办人 林怀铭的歌剧作品打头阵 期盼艺文表演重新火落起来 期盼中部中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